这两天有朋友问我 航展期间 俄罗斯展台是怎么回事 怎么宣传视频里 米格29发射KH31导弹 击沉中国052D驱逐舰 我觉得出现这种画面 可能在展台现场 咱们的观众和俄方人员都比较不自在 现在网上围绕着这件事 还有争论 有人表示愤怒 说俄罗斯非常无礼 在东道主家里打东道主的脸 还有人说这是造谣 俄罗斯和中国这么亲密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说实话 航展这几天我一直忙着看 国内各厂商的产品和设计思想 没去俄罗斯展台 真的失望了 而且我觉得俄罗斯的宣传片里 有这种镜头也是一点不奇怪的 这件事能发生 肯定是俄方工作人员的失误 这里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失误 比如制造宣传片的是 外包给某个媒体制作公司 公司的人也不懂装备 搜罗一个画面就用 这种事美国最近也干过 庆祝美军的某个纪念日 宣传画上把中俄的战机和舰艇当成美军 我们各地武装部的招兵宣传 那就更是一团混乱 动不动就F-16 F-18 今天帮美军招 明天帮台军招 中航工业找的广告公司一样出过事 我以前说过他们在2016年航展上 跨美军登陆编队暴打解放军 最近宣传片里不是还用歼15击落过歼20吗 真不是恶意 就是文宣部门的管理能力 广告公司的知识水平不够用 应付差事成习惯了 另一种失误的可能 俄罗斯这视频本来是给别的国家看的 打算向某国推销飞机和导弹 而这个某国把解放军海军当敌人 俄罗斯的宣传视频就有了针对性 这也不奇怪 某国从俄罗斯买的装备 确实一直能逼我们能从俄罗斯买的装备先进 这是俄罗斯的生意经 也是他们的地缘政治考量 不久前俄罗斯记者杂志发表文章呼吁俄军向中国订购军舰 文章提到 这次俄乌战争暴露了俄军存在的许多问题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海军 黑海战备水面舰艇太少 而且他们的防空系统还存在漏洞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正常来说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发展本国的造船业 依靠自己的力量打造一支强盛的海军 但问题是 俄罗斯单凭自己能够做到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自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海军的水面力量不仅没有进步 反而算得上是倒退了 别看俄罗斯接连下水了世界顶尖的北风之神及战略和潜艇 但是在水面舰艇的领域 俄罗斯退步太多 几乎没有建造过一艘大型的水面舰艇 对于俄罗斯来说 仅靠自己打造一直在现代战争中具备顶尖战力的海军 实在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 更何况西方还在对俄罗斯进行各种制裁 既然自力更生的路走不通 那只能采取第二种办法 直接买 问题是 从哪儿买 西方国家首先就能排除 印度的水平也不够 看来看去 最好的选择只有一个 那就是中国 于是俄媒发出呼吁 应当放下自己的骄傲 选择求助中国 向中国订购军舰 另外 文章还列举了中国海军的三款舰艇工俄军参考 1056-056A型护卫舰 文章认为 这款护卫舰是一些俄罗斯海军上将非常喜欢的类型 它们具有模块化的特质 能够根据订购方的要求进行更改 还能搭载一系列的武器装备 而作为一款护卫舰 它的隐形能力在实战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操作简单 价格便宜 质量上乘 中国的这款护卫舰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兴趣 也不视为俄罗斯的一个好选择 2054-054A型护卫舰 俄罗斯的士兵应该会对这款护卫舰感到亲切 因为它具备一定的俄罗斯基因 据了解 俄罗斯北方设计局曾参与这款舰艇的设计 俄媒文章介绍称 这款护卫舰也具备隐形能力 配备32单元垂直发射装置 可以满足俄罗斯海军的实际需要 可以订购6-8艘 3-052D型驱逐舰 这是排水量达到7000吨的大型驱逐舰 配备导弹垂直发射单元64个 具备防空 反舰 反潜 等多种功能 正是俄罗斯舰队需要的现代化大型水面舰艇 采购4-6艘这样的舰艇 对俄罗斯而言非常有用 看得出来俄罗斯媒体在提出 向中国订购军舰这个建议之前 是做了不少功课的 这三款舰艇都是我国现有的几款青年舰型 如果俄罗斯海军当真采纳了这个意见 在中国的帮助下 想必俄罗斯很快就能获得 一支完全现代化的远洋舰队 当然 俄罗斯想要从中国购买军舰 并非没有阻碍 其中最大的问题 就像俄媒这篇文章说的那样 需要俄罗斯放下自己的骄傲 一开始 苏联就是中国的老大哥 即便苏联解体了 俄罗斯在中国面前也是自视甚高 毕竟咱们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就是从人家的遗产改装来的 但现在混成了要向中国求援的地步 多少觉得有点丢面子 这也可以理解 但不得不说的是 俄罗斯确实需要转换一下心态了 从这次俄乌冲突的局面来看 俄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体系等方面 确实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如果不保持一个虚心学习的态度的话 这样的问题恐怕永远也无法解决 另外 从咱们的角度来看 中国海军从一穷二白发展到如今的硕果累累 而且还得到了俄罗斯人的认同 实在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可以预料到 往后的时间里 中国海军的发展只会越来越好 现在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实力 已经远远比不上日本海字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 其舰是一艘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 还有 六艘无尾级 现代级等导弹驱逐舰 这些军舰都是上个世纪70到80年代的产品 已经服役30到40多年 同时 还有三艘老式护卫舰 以及一艘新型2000吨级护卫舰轰鸣号 就是这艘轰鸣号护卫舰 俄罗斯足足修建了五年才完工 是全俄罗斯海军最先进的护卫舰 另外还有四艘导弹艇和核潜艇部队 在2021年我们和俄罗斯的联合军演当中 我们的军舰都是2010年以后建造的全新军舰 俄军除了两艘护卫舰以外 都是服役至少30多年的苏联老式舰艇 而且最新型的军舰 才是一艘护卫舰排水量只有2000吨级 而且 俄罗斯那些老式驱逐舰 也都非常偏科 要么是反潜行 要么是防空行 完全无法比我们的052D驱逐舰相比 就更不用说055级万吨级神盾级驱逐舰了 俄罗斯海军以服役五艘20380护卫舰 和其他再舰的20380系列护卫舰性能 在21世纪新服役的舰艇中 只能算一般水平 俄罗斯海军水面舰队 基本上没有和地位相符的打击能力 只能欺负没有多少防空系统的小国 海上面对大规模的宝盒打击基本没有太强还手之力 俄罗斯因为四海舰队分割的现状 这个问题格外明显 在四个方向维持一支中等规模的舰队 总和就会异常昂贵 再加上现在俄罗斯也没有生产大型军舰的能力 现在的俄罗斯早就没有苏联那种工业实力了 美国工业在空心化 俄罗斯工业其实也在加速空心化 现在的俄罗斯军工业中高端机床都要靠进口来维持 俄罗斯要想靠自己的力量再重新成为工业强国 只能从周围国家吸收技术 苏联时期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现在俄罗斯被各个国家制裁 俄罗斯内部人才外流 要崛起很难 在美国和日本海子的威胁下 俄罗斯海军为了加强太平洋和黑海方向水面舰艇实力 俄罗斯人想到了外购 特别是俄罗斯看到巴基斯坦一很不错的价格 得到了四艘054护卫舰以后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克拉姆尼克表示 俄罗斯已经30年没有建造大型军舰 现在中国军舰价格合适 应该订购4到5艘054和052级护卫舰驱逐舰 装备俄军黑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 按照俄罗斯专家的计划 俄罗斯如果凑够钱就买4到5艘052D驱逐舰 如果钱不够就退而求 其次购买4到5艘054级护卫舰 就好像巴基斯坦订购的那一批054护卫舰一个标准 巴基斯坦一共花费14亿美元 像订购了4艘4000吨级054AP护卫舰 采用SR2410C型S波段有源相控阵搜索雷达和SR17B型米波反引身雷达 32单元导弹发射系统 可以发射中程防空导弹 反潜导弹和反舰导弹 另外还有额外有二座四连装反舰导弹发射系统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如果有4艘052或者054护卫舰 就可以有效支援掩护俄军核潜艇部队压制和打击 任何对北方四岛有企图的日本海自舰队 随着俄乌冲突爆发后 日本追随西方对俄罗斯采取敌对立场 近日俄方表示 俄日关系已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以日本的军力的确可以在海上和俄罗斯搏一搏 但日本想要打赢一场现代化战争 并没有足够的把握 一旦日本把俄罗斯激怒的话 俄罗斯可能会失去对日本的忍耐 但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过于依靠核潜艇 还缺乏掩护核潜艇作战的 现代化护卫舰和驱逐舰 早在2007年 我国为了弥补歼20辆产前的空缺 便有了向俄罗斯采购苏35战斗机的计划 为此也展开了长达8年的艰难谈判 直到2015年11月19日 我国与俄罗斯才终于结束了 关于采购苏35战斗机的谈判 俄罗斯方面也决定出口24架苏35战斗机给我们 不出意外的话 这应该是我国最后一次购买俄罗斯战斗机了 如今 七年过去了 俄罗斯似乎也准备开始买中国货了 从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得知 俄罗斯记者杂志撰文 为了尽快实现俄罗斯海军的现代化 俄罗斯应向中国订购军舰 特别是 乌克兰多得的关键战略重的被俄罗斯武装力量控制后 俄乌双方军事力量在黑海展开激烈争夺战 况且 自从普京对乌克兰展开了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最严厉制裁 加剧了俄罗斯造船业本就艰难的局面 再加上 俄罗斯在黑海战备的水面舰艇太少 防空系统也存在漏洞 这些对于俄罗斯海军来说 要面临的情况就变得更加艰难了 所以 俄罗斯媒体还特意强调 我们应该减少一些自豪感 向中国寻求外部帮助 毕竟 我们中国海军下饺子的速度也是全球有目共睹的 要是能在中国帮助下 俄罗斯肯定能够迅速获得一支完全现代化 随时待命的远洋舰队 然而 造船业是个投入成本极高的产业 需要有长期订单才能维持整个产业链运转的行业 哪怕是靠造船业发家致富的美国 也开始走向衰落 很明显的一点就是 现在美国造军舰的速度都下降了很多 尤其是造航母都非常慢 如果俄罗斯大量采购我国的军舰 这肯定是有利于我国造船业发展 就这么说吧 只要有订单 整个产业链就会向更大更强发展 而且我国造船业也已经超过了韩国进入世界第一 实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俄罗斯海军来说 全世界没有比中国更加合适的军舰卖家了 当然 这也说明了俄罗斯开始导向我们中国 与其受欧美的制裁 还不如和我国形成互补发展 这也将意味着未来会有大量的能源和矿产出口到我国 比如说石油和天然气啊 也算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互补互助吧 有意思的是 俄罗斯媒体还贴心地给出建议 俄罗斯海军应该向中国采购一些中大型的水面舰艇 比如说千吨级的056系列护卫舰 4000吨的054系护卫舰 以及7500吨的052D导弹驱逐舰 这都将是俄罗斯海军的最佳选择 可见 我国的确是俄罗斯最合适的购买对象 我国的确是俄罗斯最合适的购买对象